大陸一名有著30多年中共黨齡和中共軍齡的退休軍人 寫了1200字的聲明退黨 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讓我們來看他的聲明節選 化名信澤強的退休軍人表示 我的思想轉變是從2002年 十六大提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開始的 大批國營企業變賣為私營企業 共產主義不是要消滅私有制嗎 私有制不是萬惡之源嗎 國企為什麼經營不下去 而必須要搞市場經濟 難道共有制錯了 為什麼西方發達國家都是私有制 猛然間意識到 黨的事業有問題 共產主義有問題 我的思想開始轉變 但接下來的又一次偶然 卻是萬幸中的萬幸 那是2005年 我在一家服裝店鋪裡看衣服 一個年長的大媽從我身邊一閃而過 迅速的往我手裡塞過來一個信封 我打開一看 那是兩張光碟 一大一小 大的是神韻演出內容 小的是動態網安裝盤 我迅速的揣在兜裡 回到家就安在了電腦上 從此我瞭解了更多的真相 真相印證了我的思考和判斷 從那時起 我幾乎天天看大紀元新唐人 使我更加看清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並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揭露中共 盡量的感染身邊的每一個人 在此 我莊嚴聲明 退出中國共產黨黨籍永不反悔